中风属于脑部疾病 如果脑部的血液循环不好 有可能会导致中风 中风是成人治残的首要原因 新加坡有10%的死亡病例 是因为中风而死 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只需注意以下10个重点 第一,控制血压 正常的血压是防止中风的最主要因素 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中风的可能性会增加4倍 要有正常的血压 就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尽少酒量和盐 还有经常运动 第二,控制血糖 糖尿病时血糖高 糖尿病患者中风的可能性 比没有糖尿病的人高1.5倍 如果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好 中风的可能性会减少 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服用医生给的药 和时常测试自己的血糖度数 对控制血糖是很重要的 第三,控制胆固醇 高胆固醇使血管变窄 这导致血液不能顺畅地输送到脑部 因而增加中风的可能性 少吃高胆固醇和高脂肪的食物 例如椰奶、油煎的食物和海鲜 加上服用控制胆固醇的药物 这些措施都可以控制胆固醇 第四,停止抽烟 烟客和家人中风的可能性 比没有抽烟的人高1.5到2.5倍 烟客如果停止抽烟 可以减少中风的可能性 如果5年没有抽烟 中风的可能性会降到和没有抽烟的人一样 烟瘾大的烟客应该到诊疗所接受戒烟治疗 第五,保持健康的体重 如果身体肥胖 中风的可能性会增加 所以体重保持在理想体重范围内很重要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质量指数 就用体重除高度乘高度 亚洲人理想身体质量的范围是18.5到23.9 要有理想的体重就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经常运动 第六,健康的饮食习惯 太多盐和酒精使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从今天起就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吃足够的卡路里,高纤维,低胆固醇和盐的食物 第七,经常运动 如果少活动,中风的可能性会增加 一个星期应该运动至少三到五次 每一次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找一个适合您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的运动 经常运动可以减少肥胖的可能性 帮助控制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胆固醇 第八,服用医生给的药 如果你被诊断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高胆固醇 即使你没有感到不舒服 还是要按照医生的指示吃药 吃药对控制以上的疾病很有效 如果没有服药,中风的可能性会增加 第九,定期的身体检查 一超过四十岁就应该每年检查血压、胆固醇和血糖 中风的风险因素可以早早就检测到 第十,认得中风的症状 记得FAST 中风之前有时会有症状 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在这种情况,中风的症状在几分钟内完全消失 可是患者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后 通常会中风,导致患者的伤残或死亡 所以一有症状就应该在最短时间内 赶到医院的紧急部门治疗 要记得中风的症状就记住FAST FACE 脸 患者微笑可以看到脸边的一边下垂 ARM 手臂 患者的手臂弱 如果举起来,手臂会往下滑 Speech 言语 言语含糊不清 Time 时间 拨995,尽快把患者送到医院 预防中风比治疗中风还要理想 所以要记住以上十个重点 减少中风的可能性 第一,控制血压 第二,控制血糖 第三,控制胆固醇 第四,停止抽烟 第五,保持良好的体重 第六,健康的饮食习惯 第七,经常运动 第八,吃医生给的药 第九,定期的身体检查 第十,认得中风的症状 记得FAST 希望您对中风有所了解 谢谢观赏